好,刚才我们的会员呢,经过反复的讨论,最后是用吴济明的票决的方式,赞成在此刻跟政府签行政契约积极公益转型的这个案子的是28票,反对的是31票,最后还有一票是废票,所以这是今天投票的结果。 我们今天一共有60人出席,包括亲自出席跟委托出席,最后必须要41票,也就是三分之二才能通过,所以这个议案目前就算是胎死腹中。 至于说今天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,我们已经接到政府的通知,他们会立刻重启调查,因为党产会在过去一段协商期间呢,就停止对本会调查。 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告诉我们说要来收取资料,我已经围请律师保护我们会内的同仁,因为当委员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之后,他们认为他们封杀了一个他们不喜欢的案子,最后承担守成结果的同仁们,却要面对公权力的压迫。 所以我在这里也已经一再的承诺,我会陪着我的同仁们至少要掩护他们到平安的地方,我才会离开这个岗位。 这个平安就是他们没有法律后果,他们该做的事情,该配合的事情,他们就依照规定来处理。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妇联会的同仁们不去承担他们不该承担的事。 我的同仁们都觉得比他们想象的已经更好了,因为昨天晚上当我们听到权力动员,我们可能连一票都没有的时候,其实我的会晤同仁他们都哭了,因为他们发现我们所碰到的不是任何一个人,而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排山倒海的压力。 所以昨天我们预计是一票都没有,今天我们有了28票,相信给时间,大家来看资料以后会慢慢相信,复联会去签一个行政和解,自主积极地转型为工业组织,才是对这个组织最负责任的一个选择。 今天虽然没有办法通过,内政部跟党产会可能会做很强硬的政治处分,或者是行政处分,但是我们还是凭着信心,希望有一天妇联会能够到公益安全,而且继续擦亮他招牌的那个地方。 如果大家一一辞职了,我们就自行解体了。 那一一辞职,在我看来,就是当大敌当前的时候,我们把城门打开,自己逃跑。 所以我一直劝我们的员工说,你们一定要守城守到最后一刻,我们可以被杀头,可是我们不会逃跑。 谢谢。 我们的员工都和雷主委站在一起。 所以这已经是最后定案了吗?有可能再召开临时会员会员,或是什么样的提案? 这个案子因为今天没有通过三分之二的统一,它是一个重大决议,所以今天没有通过六十人出席的三分之二就是四十一票,没有通过,所以本案应该是被否决。 那接下来呢,就是看政府会继续对妇联会做什么动作,因为我们从头就是因应政府跟民进党立委,在立法院所做的各种政治打压,才会去开始讨论积极转型行政和解。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被动接受下一轮攻势的状态。下一轮的攻击,我预期是会非常的强烈。 那这个攻击不是来自于我们内部的昔日同志,乃是来自于民进党政府。 我们下轮的攻击,我们下轮的攻击。 我们下轮的攻击